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公布了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香港时间晚上九点钟 他们的记者发布会就会开始 而且相信将会有第一个黑洞直接的照片拍出来给大家看 这件事是第一次的 所以从今天普通中文的媒体都已经卖出来 当然在这一节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人们猜究是拍哪个黑洞 以及难度在哪里 以及技术上是要怎么做 我们可以在这一节跟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我想问 这个Event Horizon Telescope 其实是什么? 这个教了多久? 先说它的名字 叫做Event Horizon 其实跟黑洞本身的概念有关系 因为黑洞本身 这里要容许我先说一些很基础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其实宇宙天空上 很多是发光发热的星 而那些星就是透过用核聚变的方式 来发光发热的 而我们的地球 这些是属于行星 就只能有资格 兜着这些发光发热的行星来转 而我们的太阳 在整个宇宙里面 是属于一些比较小粒弱的星 但是对于一些很大粒的星 它们会进行 那个核聚变反应会更加急剧 亦都更加快 就会耗尽它们上面的那些轻的元素 接着它们就会有一个丢借的过程 夹缩 是的 它丢借的过程 其实现在已经很确认了 如果说三十年前 就好像三四十年前 有一个神话传说 究竟一个星是不是都会消亡呢 原来就根据我们的物理知识 告诉我们是 太阳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类比 就好像那些火炉的火 慢慢消炎 慢慢冷却 变成灰准 那中间的过程 也会有一些气体排出去 那我不详细说 但是我们发觉 原来对于一些比较重型的行星 它凋亡的过程 其实就会复杂多很多 它会经历了一个膨胀 然后突然间关机 但是关机之后 它外面所有东西 一次过塔宿去中间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激烈的反弹 那这个过程 大家可能都听过 就是一个叫超新星爆发的过程 Supernova 其实天空上面 都见了非常多这些超新星爆发 甚至乎在古代的文献历史 都有记载过 那个光度是可以在日间 你都看到 而且可以持续说几个月的时间 而它的残余就变成为一些星云 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一个行星 如果它够重的话 它凋亡的过程 就会采用超新星爆发的形式去凋謝 但是它经过了超新星爆发 爆完一下 那有东西是剩下的 如果剩下的那些东西不是很够重的话 它变成一粒叫Neutron Star 中子星 这个其实就是印度那位 如果说在20世纪 前德拉 他就是有份首先奠定这个概念的人之一 然后还有黑洞的概念 如果说黑洞的概念 不得不提就是在奥恩斯坦的那个Generation 其中有个叫史纳西的人 这个人 他真的很惨 台长应该知道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被人队上战场 在战场上去计算 他计算的数 当然他最后也死了战场 他计算出来的数 其实也预示了有一种叫黑洞的存在 就是说如果经历了超新星爆发之后 它剩下的那件东西 质量够大的时候 就会不会有机会就是说 见野质量大到一个地步 就算你拥有光速那么快的速度 都不能逃离这个这样的星体 其实他后来计算过 只要质量够大 密度够高 其实是理论上可以出现 如果连光都逃不出来的时候 也不会有任何光线 从这个位置射出来 这就像一个黑洞的东西 那叫黑洞 而这个黑洞本身的大小是多少呢 当然它似乎是有一个范围 大家如果想像一下 一件东西本身的引力 是会除了距离衰减的 越是远 它给我的引力就越弱 对于星也是 对于任何质量的东西也是 那个叫平方反比 1 over r square 如果对于黑洞来说 如果你站得足够远的话 你依然可以有足够快速度 也可以走得到 但是究竟碰到哪一个位置 你最近能够去到哪一个位置 就不能够用光速来逃走呢 那个位置就给了一个名字 叫做Event Horizon 就叫做世界 就是中文的译造 基本上这个Event Horizon 就可以定义了 是一个黑洞自己尊有的一个特性 也是有一个尊有的名词 所以说Event Horizon 这件事就是一个 如果你入得太入 入了Event Horizon 里面 就说你有光那么快 你也走不掉了 这个就描述了一个黑洞很重要的特质 所以我们如果想拍黑洞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黑洞望远镜 我们就将它命名做Event Horizon Telescope 就其实最貼切不过 好了 刚才也是一个很简单的 关于黑洞的理论形成的背景 那么现在去拍摄的时候 我想一个疑问就是 我们为什么以前一直都做不到 拍摄不到黑洞的形态呢 第一难拍摄 真是很难拍摄的 我们只能够间接看到 它周围放出来的讯号 黑洞本身它自己 在Event Horizon里面 又没有东西放出来 我们理论上 Steven Hawking说会有的 但是实际上 应该是很弱的东西 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些间接讯号 就是当如果有其他物件 它快跌入黑洞的时候 它就会大量放射出 一个非常集中的 一个X光的讯号 其实在80年代 就已经量到这种讯号 我们看到在天文上 会有一些位置 突然之间有一个非常集中的 X光的射线源 然后就看不出是由些什么 很光的东西射出来 是有一个位置 突然之间就有些很强的X光射线 我们其实就很怀疑 这个会不会就是一个黑洞的证据呢 其实当初最早发现到这种证据 就是说在40年前了 那个叫天鹅座X1的那颗星 其实应该就是一个黑洞 其实今时今日也确认了是 当然了 后来随着那些人更加研究了多黑洞 从观察的层面 我们透过观察 因为黑洞的存在 而产生出来一些间接的X光讯号 我们知道 似乎是支持到这个黑洞存在的 再进一步就是说 当我们从理论层面去模仰这个黑洞 它周围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它给出来的那种讯号 跟我们在实际观察上是否吻合呢 发现是吻合的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未看到 我们很相信 是有黑洞这种天体存在 而且甚至乎最容易 而我们感知到附近的黑洞 基本上就是我们 银河系中心自己本身 都有一个超大型的黑洞在 其实要回答问题就是 它难拍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自己本身 这个Event Horizon的范围 没有讯号出来给我们计得到 我们只能够看到它周边的东西 但是去看它周边的东西 我们就看到它有X光讯号 还是没有X光讯号 基本上我们就知道它是 穿了还是不穿了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解像度 去看它出来 这个是最麻烦的一件事 其实就算我们现在在天文上 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 大家可能不是第一次听的 譬如说我们想发现一个 在其他太阳系外面的行星 我们发现到 但是不是代表我们看到呢 我们现在纯粹是知道 它间接看到它存在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些行星 它兜过它本身 发光那颗行星的表面的时候 会遮一遮 于是令到那个行星的光度 有一个衰减 而我们量到这种衰减 所以我们肯定那里 基本上是有一颗行星 是围绕着这颗行星去存在 去兜月转 而且甚至乎我们计算到 它的轨道周期 甚至乎它的距离 但是呢 距离我们直接看到 这颗星上面是什么样 有没有海洋 是什么颜色 基本上都还未看到 那么黑洞就一直就是 这个情况 就是因为它的讯号太弱 我们的解像度未够高 所以是极难看的 所以今次呢 用到这个Event Horizon Telescope 我会有需要去介绍一下它的技术 就是为什么会是这么难呢 刚才你讲到呢 我用一个比喻尝试 看看那个比喻是否正确 就是举个例子 譬如在我们的房间有个隐形人 说明是隐形的 我看不到他 不过你看看 如果以前有语语片 甚至有这些英语谈片 那样的就是 那个人走过的地方 会有些脚印在那里 是 那些脚印不是他造成 不是他自己身体的影像 而因为他踩的地方 他有一个重量 虽然隐形但是重量在那里 我们就看到那个脚印在那里 那个黑洞 是否大概是这种比喻 其实是 大约就是他流回来 我甚至乎不要用脚印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 偷吃得来吃东西 吃到嘶嘶声 周围都听到的一个隐形人 我们就看他周围 去引伸到周围的讯号 事实上黑洞是不停地 在周围里吸食下去的 他是不停地吃东西的 OK 但是他吃东西之前 给他吃的东西 在买着救命了 逃跑不了 那就会放出一个很强烈的 X光的讯号 给我们看到 那一路都是间接的方法 那这次就是 那这次可以又说多一件事给大家 就是 这个难度可以怎样去比喻呢 其实很视乎我们在看哪一种的黑洞 应该说在我们银河是自己本身里面的黑洞 应该有非常之多 近我们的也都相信不少 但是近我们是否代表着最容易看的呢 不是 还要看到一个因素 就是他本身大不大 他如果又大又近的 一定是最容易看到的 又远又小的一定是最难看到的 那现在其实大家就相信就是说 如果考虑了他这个大小和距离的因素 大家应该现在最有可能 今晚看的那个 就是我们银河是自己本身的中心的黑洞 那个是属于一个银河系中心的超级大黑洞 它比起那些由一粒星形成的黑洞 是巨型很多的 但是就算它是这么巨型的 也好 其实有那些本身做天文学的人 去计算那条很简单的数 打个比喻解释给公众听 就是说其实就等于我们要想办法 在我们的地面 起一个望远镜 一个相机 它可以帮我拍到月亮上面 地面的一个哥尔夫球 这样的难度 现在我们纯粹就算 你找普通那些单板 那些普通那些更厉害的相机 你将它博落在天文望远镜上 你都可以拍到月亮上面 有豆皮了 但是你看到那些豆皮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那些隐石坑 那些坑你上去 就方圆是覆盖了几十公里 几百公里都有的 但是现在说的 不是看一个这么大的坑 我们希望我们用地面的精确力 那个望远镜的解像度 那个精确程度 可以看到 放在月亮上面的一粒 哥尔夫球这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难 我们也不期望可以纯粹用一个 一部单玻璃体 单精体的一个单镜反光机 就可以拍到一部 所以其实要拍摄 大家可以想象到一个很艰巨 我们从来没有试过 有人可以在地球上面拍到 就是用一部很简单的相机 拍到在月亮上面的一个哥尔夫球 但是就算了 如果有人也估计 可能它不是拍摄这个黑洞 它会拍摄另外一个 在外面的银河系的另外一个黑洞 那那个也是很大的 更大过我们银河系中心那个 但是它虽在就是更加圆 于是扣起来的时候 我发现如果拍摄起来 应该更难拍摄 甚至乎可能是说 等于我们在地球上面要拍摄 在月亮上面一支针的针头 那么难 比起拍摄的哥尔夫球更难 现在大家都在想 究竟是拍摄这个 人马座A star 这个黑洞 就是我们银河系中心黑洞 还是影令那个叫M87银河上面的 那个大型黑洞 现在暂时都未知 但是如果M87的黑洞 它是比起我们银河系的黑洞 还要大多1500个 我也很鼓励大家今晚都真的 留意一下这个新闻消息 如果以香港来说 最快看到的消息 就看回Event Horizon Telescope 官方的Twitter 基本上就是最快 但是当然就是英文媒体 没办法 是呀 刚才你提到黑洞有很多种 那你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种黑洞 和黑洞有多少种 我很粗略地介绍两种 其实以前的人介定 就是有没有一个纯粹圆球体的黑洞 有没有一些桌圆的黑洞 还是一个像唱片碟的黑洞 这是其中一个归类 但是我就想介绍另外一个分类方法 就是由他们的大小 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 我介绍的黑洞形成机制 基本上就是来自一颗星自己本身消亡 超新星爆发 在塔缩之后形成一个单星体系统的黑洞 这些单星体系统的黑洞 基本上它那个Event Horizon 不外乎都是说十公里至几百公里左右那么大 其实就很小很小 因为它本身只是由一颗星去形成 但是你说我们银河系自己本身 尤其是银河系的中心 星的密度非常之高 甚至乎我愿意相信 应该有很多暗物质在中间存在 所以银河系中心自己本身 它虽然不是一颗星 但是它是一群很密集 很高质量很多的星 在中间那里 甚至乎它密度的地步 有机会 应该就是一个事实就是 在我们银河系中心的地带 那个质量大到一个地步 甚至乎它那些质量的密度 高到一个地步 应该是光都逃脱不了 那由这一种很多颗星 在银河系中心去汇聚形成这种黑洞 自然会比一颗星形成的大很多 就是说那个尺度大到 就是可以随时以 比起一个单星的黑洞 是大上百万倍 那一点都不奇怪 那也都视乎本身 那个银河本身有多少质量 而去决定 那我们可以简单地分类 就是说有些是由一个单星体形成的普通黑洞 也有一些只能够是由银河中心形成到 由一个星群组成的一个超巨型的黑洞 那么两种黑洞 它具体上的粗疏表现是差不多的 就是都是会出现一个 event horizon 就是会有机会 你一入了 event horizon 一过界 你就出不了了 你去到光速也出不了了 但是如果你跌入这两种不同的黑洞的时候 命运是有点不同的 如果是说跌入这个单星体本身的黑洞 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 跌入黑洞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因为就是说 你会感受到很强的潮值力 譬如说你现在先用脚走 用脚落地去被吸入这个黑洞 那你的头和脚本身是有一个距离的 对于我们地球来说 你不会觉得有一个这么大的分别在 即是说地球给你的脚的地心吸力 和地球给你的头的地心吸力 照计是差不多 因为它给不到一个很大的分别给我们 但是如果是说黑洞这些情况 你这样直到黑洞里面的时候 你的脚近黑洞多一点点 你的头远离黑洞多一点点 但是就是这些小小的分别 就令到你的脚感受到拉力强很多 令到你的头感受到拉力少很多 客观的效果就是 黑洞会将你的头和脚慢慢拉开 拉开越拉越开 这个就是所谓的潮值力 就是一个引力 就是你的头和脚的引力差 来对你身体客观构成的一种拉力 这个就是一个潮值力 这个潮值力可以去到越来越极端 极端的地步 基本上你将你的人 整个人拉长到变成一条意粉 他们发明了一个自己的 就是将一个人的意粉化 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在说跌入一个单星体黑洞的时候 你基本上未跌入这个 Event Horizon 你已经是出现这个意粉化的情况 但是如果在说那种超巨型的黑洞 这个意粉化的情况 是你进入Event Horizon之后的一段时间 才会正式出现的 其实这个就要研究本身的两种 巨型黑洞和微型黑洞 即是与那种单星体黑洞 它的物质、物度分布的分别 从而令到它外围的潮值力 比出来的分布也有些不同 但是当然最后无可避免 大家都会意粉化地死去 但是如果对于文和系中心那种超巨型黑洞 那个意粉化就出现得比较遲些 但是因为它的Event Horizon是大一点 其实你就更加容易 基本上你靠近多一点 就已经被它拉进去 这个就是两者之间一个 比较细小的分别 后面如果大家看到那个 螢幕的字 你会看到就是 陈静雯博士刚才提到的 那个意粉化 其实有一条英文的 维基百科的条目 相当之长 但是我不知道中文那边有没有 但是你所说的 在这里已经有些详细的表述 嗯 今晚大家大约意识到就是 你要拍摄这个黑洞是很难的 就算黑洞是很大的 大家又会不会很期望 拍摄了出来 就像很漂亮的科幻彩色图片 那譬如大家如果还记得 就是我们节目经常讲的 那套Interstellar 几年前那套戏 其实就是有一个 就是第一次有人 去用大规模的电脑模拟運算 其实也是由 Kips Bond 的研究小组 去模拟回 当你站得比较近的时候 黑洞的形态会是怎样的 其实你发现整个UFO 那会不会拍到像那些图片那样漂亮呢 我就基本上 由我天文的朋友 告诉我就是 应该就不会了 但是基本上如果拍到它 是一个黑白的照片 看到有少少轮廓 就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我预讨就是 我可能会看到那个图片就是 好像以前 舊电视机时代 就会是一个很多雪花的图片 黑白的 就算有色也是假的 染色的 然后你就看到微微弱弱 有个好像一粒又圆又椭圆 有那个小小的轮廓 这样就算了 其实就很可能是这样 但是也要量解 就是因为实在真的很难拍 其实接着我还要说一件事 就是那个望远镜本身 其实是什么的望远镜呢 你不要以为就是说 一部单镜反光机 当然不会 我也不相信大家这样估计 其实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些是否有很多 一只锅型的一只锅 一只锅的天线 如果我们比较熟悉 越冲天文的朋友 譬如有些叫very large array 上面有27只锅 Y字形排开 然后就在一个很大的平原 一次过去探测讯号 或者好像我们那些 什么叫arecivo 望远镜 或者好像大陆做到贵州的 在整个山谷铲铲铲链 然后拿一只锅型的谷底 来做这个收集信号 我会说就是更加厉害 那是否纯粹用一只锅呢 不是 其实今次是说的 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用了八个 八个好像就是 每一个都好像整个足球场 那么大的一个雷达收集范围 每一个就是一个观察站 这些观察站 散落在我们地球上面 八个不同的地方 譬如说在德国有一个 瑞士有一个 然后就是美国自己本身有 具体的八个地方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然后就是等于 用八个这些 这样的足球场 那么大的地方 就好像八个独立的 天文望远镜 一齐去拍摄它 然后呢 其实呢 虽然它是八个 但是其实它也可以化灵为整 它其实也等于 一个就是说 有整个地球直径 那么大的一个范围 和我拿这个讯号 那么这八个收集站 收集回来的讯号 就分别送去这个NASA 和分别送去 不是NASA 我应该是 应该是美国的MIT 和送去 德国波音的研究所那里 去做超级电脑的数据分析 所以为什么搞这么久呢 就不是 为什么不是一拍出来 立刻可以展示给大家看呢 而是就是说 当它拿了数据下来的时候 第一就是 不是用悲林讯号来的 不要想着 立刻有个JPG 可以送出来 给行家看 不行的 八个站拿了讯号之后 放在超级电脑上 有些要做修补 隔除雜讯 然后将八个讯号整合 有一个重新的运算 然后再将它展示出来 其实最棘手就是这个 于是乎 这一刻 可能终于整了一幅相片 正正式式 大家去做一些开会 做一些分析 然后再去确定一下 一会儿发布的资料有些什么 然后再预备一些问题 其实一个很新鲜的结果 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希望大家要明白到 就是那个技术本身的难度 去牵涉到那个摄影的技术 就是讯号收集技术 以及背后的超级电脑的运算 其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 才令到我们可以第一次去拿到这些讯号 其实我可以同一种 就是例如我们说LIGO 就是那个重力波探测器来做比较 隔了成30年 由提出到整第一代 什么信号都拿不到 再整第二代 提升了高级电脑的时候 才能拿到的信号 到现在 他那一刻重开 不久就立刻又拿到的信号 已经整天有信号 你会发觉一点都不容易 所以你看到 今次Evance Horizon Telescope 是一个里程碑 他第一次就已经可以给到 给到第一次之后 我很乐观 就是他们之后 应该又会有很多新的影像给大家看 简单来说 Learning Curve 就是最初很平的 但是突然间就 就是过了一个难度之后 它就会突飞万进 好了 这一节前 我相信很多外行的人都会问 Steven Hawking 他提出了这个Hawking Radiation 今次这个相片 或者这个影像 有没有条件去证实 或者否证这个理论呢 应该就没有 但是你问我 就是Steven Hawking 应该很希望看到这些相片 但因为 Hawking Radiation 讲的是另一种层次的东西 他讲的是一个很纯粹 由黑洞自己本身的量子效应 给出来的那个信号 就跟我们现在看到 在这个黑洞周围 会有很强烈的X射线信号 很强的光币 这个信号是两回事 当然了 其实还有就是 我们刚才没有什么提及的 就是说 黑洞的南北极两端 其实都基本上 确认到一个很强烈的噴射流 是噴出来了 出来的噴射速度 是基本上光速那么厉害的 而且在以往的天文幕远镜 都已经影响到 它出来的南北的噴射流 就是那叫JET 就是一个Hydrodynamic的JET 我都愿意相信 在今次的这个相片里面 一定会看到它周围 那个橢圆形的吸池盘 那个轮廓 以及去南北的噴射流 那个噴射流 往往比起本身的吸池盘的大小 是更要大的 然后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就可以看到 即中间会有些 真的好像一个黑点 那样的东西 这个我会觉得 可能我也是痴心旺想的 这个这样的说法 但是就是 咕射就看看今晚 就是我自己起码期望 就是说 至少有些轮廓 让我看到 就不要只有一个点在 或者只有一个箭咀 指着一个都不知道 有还是没有的东西 就是这样 大家我又觉得 不要过分期望 因为刚才你说 承认到点那个 当然大家会觉得很反高潮 但是我相信这个是最高的可能性 个人来说 但是又会这样说 很多时候我们懶得看到的东西 是一个很少的资讯 你可以想像 就是它由这么多数据 给了一张图 其实也有很多 就是它要演示 所有由这个望面镜 去拿到的数据 用一张图画是不够的 所以大家不要纯粹用眼睛看得到 像是黑白的 然后有这么多雪花 以为没有料到 实际背地里的大数据 我想才是最有价值的 学术寶藏所在 另外一件事 我们以前提过 就是在天文学上 我们去观察天象 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有电磁波 我们可以当照片相拍 如果涉及到这个黑洞的形状 我们有没有条件 用第二种方法去观察它 放射出来的讯号 暂时来说 基本上都是电磁波 就算你说照片相拍 都是电磁波 照片相拍 很多时候用可见光谱的电磁波 然后如果黑洞来说 更加流行 就会用X光的波电 当然我们最终极就是 希望全方位去放出来 所有的讯号 无论是波长短 还是波长长 全部都拍下来 这样就最好 这个是电磁波 天文学其中一种 刚才提到LIGO 其实就开启了 叫做重力波天文学的东西 因为重力波本身是一个 跟电磁波完全不关系的 另一种概念 但是譬如说重力波 他在哪一个阶段最容易探知到这个黑洞 我自己愿意相信 就是说黑洞刚刚要诞生形成的时候 他经历超新星爆发的阶段 然后走向黑洞阶段的那个时刻 就应该重力波天文学 就可以给到一个比较强的讯号 另外就是说一如其他的LIGO的发现 其实当如果譬如说 黑洞和中指星对撞 或者黑洞和黑洞去对撞的话 都有很强烈的重力波讯号 可以给出来的 所以我就会说 如果纯粹是和黑洞相关的讯号 我第一件事就想到电磁波的天文学 当然电磁波天文学里面 可以细分是X光电磁波天文学 可见光、微波等等 另外一类更独立的就是重力波的天文学 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类 其实也有人在做的 就是中微子的天文学 其实我愿意相信 在一个超新星爆发的时候 除了有很强的电磁波讯号 同时也有很强的中微子讯号 和很强的重力波讯号可以走出来的 我也希望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 令我们对于整个黑洞形成那一刻 或者超新星爆发那一刻 发生什么事 就会更加仔细 可以直达到这个天体的核心 去了解形成的知识资料 可以这样去采集回来 那如果这些相片 或者这些信息发布出来 量上是否现在都不需要 局限在大学的天文学研究院里面去分析 基本上是否全 大家看到的时候 都可以用自己的理论 或者自己的看法去分析这图片 这样的 我想最大盘的数据 就是Evance Horizon Telescope 研究小组 它应该可以自己继续一段时间 它有个专利团 譬如说继续半年 或者具体实际不知道 但是继续半年时间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行内的规则 然后过了这一个半年后 它就可以把它放在上网 任你去看 其实就算在说 粒子加速器商的研究成果也是 它出了上底粒子的结果之后 基本上都是等了一大半年 接着就放在上网 就说你们自己喜欢用就慢慢用 一般都是这样 因为始终你要保护 就是说最先去採集这些人 就应该就 它们最有资格去 最近的消息来 那它们可以 甚至有人主动去提出这个研究 那它应该合理地 可以先優先获得这个研究的机会 是 现在大家看到 它们会放在 刚才人陈志文博士说 就是相关它观察的地点 那具体的地理位置 在这幅图里面大家都看到 好 那那件事 你讲 即是你讲 即是你讲的 是 是的 是的 好的 那这个直播本身 我相信今晚大家 在网上都会直接看到 那 我想我们下个星期 可以再做一个分析 就是出来的图片是怎样 是的 是的 好,我们在这之后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